今年买彩票的年轻人大幅上升 他们觉得用彩票来博一下 估计比拼搏要靠谱一点 他们认为社会资源在60后掌握 财富在70后掌握 80后莫名其妙成为了车奴 孩奴和房奴 90后还在拼搏上最后一辆车 00后突然人间清醒 不买车 不买房 我就等 等你们死了 房子都是我的 我也不谈恋爱 因为恋爱会增加生命的难度 而且今年七夕节又出现了一件现象 叫舔狗经济崩塌 主播说男孩子们给女孩子们买礼物吧 给女朋友买礼物吧 评论区说凭什么要给他买 我不可以自己冲个游戏卡吗 我请兄弟吃个饭不好吗 为什么要给他买项链 哇 好可怕 原来是女孩不取悦男孩 现在男孩也不取悦女孩了 他们对自己的取悦超过了对他人的取悦 他们对自己的讨好超过了对世界的讨好 他们不走亲 他们不无效社交 他们断亲 七大一八大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你会对他们的行为 你会觉得不可以理解 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 比国内要快那么几年 所以你会发现说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叫大前爷爷写了一本书 叫低欲望社会 房价从高点下降之后 年轻人开始选择躺平 他们不再努力和奋斗 所以你会发现 从2023年到2024年 大家在吐槽年轻人 但是大家没有理解 是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积累到一个阶段 有可能是年轻人的一种 必然的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内的 很多的零零后 叫同款零零后 回到家之后 关上门都不理父母 他们叫断青了 七大一八大姑 都不去接触的 前段时间 刚刚开始的一些段子 网上火了 对吧 说年轻人在上进 和上学之间 选择了上香 在求人和求起之间 选择了求佛 我讲这些你们会笑 你们觉得跟商业有什么关系 因为商业问题 很多时候它不是商业问题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品牌最后一公里 是价值观 我们讲什么价值观 我们讲什么故事 我们讲什么理念 能够链接现在的年轻人 这是放在我们这里的 一个挑战 而且现在的很多的零零后 在反消费主义 就是今年你看 军大一火了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 是军大一性价比更高 而且我们跑去买铜装 他们说同样的品牌 铜装价格更便宜 跑去跟老年人 抢社区食堂 然后说现在就要规划养老了 就是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操作 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就是原来的消费主义的 整套的商业故事 和整个品牌故事 零零后无感 我们应该讲什么新故事 讲什么新理念 跟他们怎么产生新的链接 是真的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零零后有一点 他们对待领导 对待老板 他们要求的是平等 尊重 我们之间是合作 不是你今天可以对我耀武扬威 所以我们经常说 很多中小企业 不是你们炒员工 很多时候的员工把你们给炒了 所以可能在劳动力比较便宜的时代 或者劳动力过剩的时代 资本是有划一圈的 但是现在出生率下降 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 某种意义上 资本没有延然那么强的划一圈 优秀的人才的划一圈 可能更强了